全盛时期的李小龙和叶问他们两个谁更厉害 他们两个呢可都是咱们中华武术的代表人物 都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那么全盛时期两个人如果PK一下谁更厉害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叶问啊 他呢一代宗师对吧给人们的形象 那么也是从小的习武条件呢特别好 他是师从这个陈华顺梁碧 就是都是这个大师级别的 然后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永春拳的继承者 发扬这个永春拳一生就是开武馆教徒 这个桃李变天下 李小龙就是他这个众多弟子中最出名呢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电影里或者是这个影视作品之中 叶问条件特别好 你可以看到他住的那个房子 他这个每天的生活状态 喝喝茶打把牌 然后教教徒弟 如果说生活条件不好的话 那么是很难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的 那么可以说在那个时期啊 是小康生活了 然后日子也是非常滋润的 练拳就是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 然后把它发展传承 在那个时候叶问也算是一个比较长寿的人了 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期啊 基本上人可能平均寿命都很短 所以在叶问的这个生平当中啊 他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一代宗室 包括他的形式作风啊 都有这个宗室范 这个是这个叶问的一个给人们的感觉 然后我们说说李小龙啊 这个看过他电影的人都知道啊 这个年轻气盛有活力 然后其实他也是一个宗室 但是他的这个宗室范呢 是赶不上叶问的 等到了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可能才会更沉稳一些 年轻的时候大家知道的可能都是多数在打架 要不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李小龙他其实不单单是师从叶问 学习永春拳 这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母拳种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看过影视作品或者资料中 他什么螳螂拳 少林拳 这个西方的柔树 空手道 他等等的很多拳种 他都会涉猎 然后呢 集种家武术之常 创造出了自己的这个截拳道 截拳道的宗旨是什么 以无法为有法 以无限为有限 一个哲学上的一个范畴 它不像其他的武术 它是以实用为主 讲究什么呢 在真正的实战之中 只要我把你击倒 我这个就是实用的 我可能不拘泥这个一招一式 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 哲学意义上的一个宗室 然后当然啊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搏击专家 虽然有很多人喷啊 这个没有什么实战记录啊 等等等等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他确实是打败了很多 这个空手道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高手 那么问题来了 全盛时期 这个两个人 谁更厉害一些呢 其实我觉得综合实力 可能还是李小龙更厉害一些 为什么啊 因为叶问这一生呢 他多数都在收徒 开武馆收徒开武馆 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实战经验 或者擂台经验 很少听说他和人打架呀 然后在史料中记载流传下来 很少有这种啊 所以他的这个实战经验上 可能要比李小龙要差一点 这个大家要清楚一点啊 还有我刚才说的 李小龙虽然没有什么实战记录啊 但是很多职业选手 都是对他很佩服的 如果他真的很菜的话 那那些职业选手 为什么还要佩服你呢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 那个时期啊 我们国人在国外 如果想让人佩服的话 其实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啊 就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记录啊 或者是参加那个什么 全美控制道大赛的这样的上台表演的 这种记录 我们可以不难分析出啊 李小龙当时还是很强的 这个否则的话 不会有那么多人佩服的 那么 真正实战 其实 跟大家影视剧中看到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影视剧中 你要是打两下 就把对方打趴下来 那你还看吗 对吧 你就不看了 真正街头实战 大家可以看这种 比如说 在路边 因为那个塞车呀 或者是在路边 因为其他的冲突 两个人 哎 打起来了 基本上就几下 就会把对方给打趴下了 没有说我们影视剧中看到的 大战三百维格 我们两个这个 从山坡上打到山坡下边 衣服慢慢都打掉了 然后 这是电影啊 电影如果不这么演 不去强化这个主角的话 那么 你是没有办法继续 把它看下去的 那么 在街头格斗 或者是擂台比赛上 大家可以看 短短的几分钟 这个运动员的体力消耗情况 是特别大了 第一场还好啊 两个人这个战术啊 这个拳法 等到第三场的时候 你看 基本上动作都非常迟缓了 比第一场的时候 就是因为体力消耗已经过大了 所以真正这个街头格斗的时候呢 没有说像这个影视剧中啊 那么精彩 那么见招拆招 你来我往 你出来一个什么招把我抓住了 我再把你破解开 然后我们再分开这个安全距离 然后我们再摆好架势去打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基本上就是你一招漏来 我一拳把你打趴下 我就赢了 真正的街头格斗 它就是这样的 简单粗暴 所以啊 那个大家想一想 小时候 咱们在校园之中 跟同学打架的时候 是什么样 基本上 两三分钟吧 可能也就算多数 不会一直打一直打 这个的话 还是不现实的 你的 而且小时候打仗啊 打到别人一拳之后 你这个拳头也会疼很久的 所以 真正的街头打仗 和我们 这个 在 影视作品中看到的 绝对不是一样 所以啊 我们在看这两个人 谁 这个 打仗刚厉害的时候 不单要看他们的 这个生平的一些赛事啊 记录啊 还要看他们的性质 李小龙 他就是爱打架 我刚才说了 为打架而生的 不是在 打架 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所以他实战经验特别足 但是 像 叶问宗师呢 他是 一直在交图 这个他是不一样的 交图呢 每天你可能 就是那些 脑子里 根深蒂固的一些招事 永春啊 这个日子充全啊 等等等等 你不会每天去接触 新的对手 新的这个 比你强的人来 使你自己进步 这个 这个 其实 在格斗上 其实是很难 向下发展的 但是李小龙 他经常跟人打架 这个就不一样了 街头打架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是什么呢 你可能是一个 这个 拳击高手 或者是你是一个 呃 船舞高手 但如果啊 街头你遇到 三个混黑社会的 你不一定能打过他们 除非啊 你的这个实力碾压他们 就比如说李小龙 这种感觉 碰到三个四个混混 肯定是不在话下 但如果 就是我们平常人 你练过 三千半载的 这个 拳击 然后你想 在街头格斗 胖胖两拳 把他放爬下 这个很难的 这个 小混混 这个全团体 他们有一个 什么样的特点呢 可能有前科 可能呢 这个家庭条件 要么不错 要么就是特别不好 总之他不怕事 他不怕这个 就是把你打伤之后 我要承担赔偿呀 或者什么 他已经没有这个 心理障碍了 第三 下死手 这个没有 道德可言 什么一对一呀 我这个不下黑手啊 所以一旦 这三种条件 加在一起的小混混 大家想一想 他的实力是怎么样呢 特别强 我上一期节目刚讲 那个赵昌军 被三个小混混给 打进医院了 这个绝对是 有可能啊 双拳男敌 四手 这个豪虎架不住群狼嘛 你真的在镜头表头 碰上三个小混混 不要命的那种跟你打 而你还要顾忌着 别把他们打伤了 我制服他们就行 哎 这从根本上 你就已经败了 你可能打一拳 哎 我把这个劲收到这了 人家不管是抄起什么 棍子 棒子 钻头 直接撞起头上 就使劲呼过来 那么这一下 你可能马上就倒地上了 而人家还是幸灾乐 觉得你也没什么嘛 对吧 所以 从这个实战综合来讲啊 李小龙这种 从小打架人生的人 他的这个街头实战能力 绝对是非常强悍的 所以啊 我认为 全盛时期 这个 就是永春高手的叶问 和这个全盛时期 打架而生的李小龙来比的话 肯定是李小龙更占优势的 那么 大家 如果觉得 谁更厉害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咱们一起交流讨论